股市暴跌,房价崩弹,一夜之间无数日本人背上巨债,由千万富翁变成千万富翁。 30多年前,日本经历了怎么样的经济泡沫,这段历史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启发? 各位大哥准备好纸巾,开始蹲坑。 二战后,日本遭受了巨大的破坏,国内接近40%工厂和基础设施损毁。 为防止日本向社会主义阵型靠拢,美国接管日本帮助进行各项改革,迅速完成了经济重组。 从1954年到1972年,日本以每年10%的GDP高速增长,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, 以汽车、电子、钢铁等制造业领域取得领先位置,累积大量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,成为世界出口大国,这一时期被称经济腾飞时期。 1973年起,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,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美国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, 宣布石油禁运,原油价格从3美元涨幅到13美元,有兴趣了解石油危机的小伙伴可以到主页回顾。 石油危机让美国一度陷入了高通胀,伴随而来就是经济停滞。 连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民也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主打省油路线的日本轿车一下子成为香波波。 从1960年开始,冬天年产只有15万台,直到1980年已经年产300万台汽车。 除了省油的日本汽车,其他日本品牌也相继席选美国市场,物美价廉的日本产品导致美国本土工厂大规模倒闭,造成美国对日本每年贸易逆差高达500亿美元。 为解决这个问题,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,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。 1985年9月22日,美国、日本、联邦德国、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,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, 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的贬值,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。 史称广场协议,迫于在美国的淫威下,各国不得不低头把协议签下。 广场协议的签订,美元开始迅速回落,而日元则迅速升值。 1985年到1987年,美元对日元汇率从240元下降到约120元,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。 一方面,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贵,失去了价格竞争力,冲击了出口。 另一方面,外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变得更便宜,增加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,导致进口增加。 因此,日本的贸易顺差开始缩小,经济增长速度也减缓。 日本政府和央行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挑战,从1986年开始大幅度降低利率,从6%降至2.5%,大大降低了借款成本。 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,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产能过剩。 由于极低的利率,市场上涌入大量资金,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充分用于生产与消费市场,而是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。 这一时期,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都出现了急剧的升值。 房地产价格上涨了数倍,尤其是大城市东京,股市指数也在这几年内翻了几番。 土地价格不断攀升,而银行又把房地产作为放贷抵押物,贷款的资金又回流进股票市场。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形成了正反馈机制,互相推高彼此的价格。 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,日本经济进入泡沫白热化阶段。 日本几乎人人都是大富豪,一个日本男生想追求日本女生高档餐厅,贵重首饰等都是基本标配。 在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,日本还将消费遍布全世界,在美国夏威夷的奢侈店排满日本游客,甚至美国当地服务员都为了迎合日本人学习日语。 三菱地产花费8.5亿美元购买美国地标建筑洛克菲勒中心,索尼34亿购得哥伦比亚电影公司。 全世界都知道日本的经济处于泡沫阶段,只有沉迷其中的日本人相信这场报复神话。 俗话说,上帝要你灭亡,必先让你疯狂。 尽管政府和央行在1987年就意识到泡沫风险,但由于多种原因,包括美国的反对,美股东盘和内部斗争,他们迟迟不采取行动。 最终在1989年,三重野康成为日本央行行长,他采取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,希望主动自破泡沫。 一年内连续五次加息,利率从2.5%上调至6%,央行收紧资金贷款,市面上流动性突然停滞,首先是股票市场迎来急剧下跌。 两年时间里,日本股票市场从39000点一直腰斩至17000点。 随之而来的是,日本房地产,在1991年也迎来崩盘,六大城市房价普遍下跌15%至20%,一夜之间让日本无数企业和家庭都滋不抵债。 许多购房者背负了长期的房贷,企业工厂倒闭,年轻人失业,银行面临大量贷款烂账,整个日本被突进萧条的泥潭中。 泡沫破裂之后,日本犯罪率和自杀率呈倍数增长,出现大量隐蔽青年。 这些人不想与社会有过多交际,把自己困在家中。 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,包括大规模降息,实施零利率政策,以刺激经济。 然而在通货紧缩下,物价下降导致公司赚钱减少,自然员工工资下降,从而消费降级,总需求减少,陷入恶性循环漩涡中。 再加上日本经济以出口贸易为主,在90年代开始,亚洲新兴国家崛起,让日本在制造业竞争力下降。 最主要的是,套墨经济破灭后,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,难以逾越的障碍。 老年人口比例增加,劳动力人口减少,这给社会保障,医疗,养老等方面带来了各种压力。 自此,日本开始长达30年的经济衰退,对比于中国,与日本情况还是会不同,中国城镇化尚未普及完成,还有增长的空间,房价高的地方都处于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。 在制造业上,曾经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的工业品畅销世界,如今,中国已经进行产业升级,在多个高端领域上迈入世界前列。 日本经济泡沫的历史车轮已经滚滚向前,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发,越是迈步前进,越要警惕灾难的降临。